這是我第一次跑越野跑 其實我開始之前蠻緊張的 但特別印象就是前1.5K 因為就是很陡的坡 然後又有很多樓梯 所以非常非常喘 我幾乎都是用走的 對 然後我其實在跑前1.5K的時候 我覺得 哇 不知道我跑不跑得完 對 但是後來到中後段 可能身體開始慢慢習慣這個坡度 然後開始習慣這個心率之後 就是開始狀況也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上坡的時候就很像 半馬13K以前的那個心情 就是只要撐過那個13K 就會比較舒暢這樣 對 那下坡的時候我覺得就是 就是要比較注意 比如說接踢啊 或是你踩的地 穩不穩 對 不過我下坡的時候都是在蟲子 所以就 幸好有那一段蟲子 不然我可能時間就會拉得更長 就是有請 嗯 燕慶教練 然後他有帶著我 在 陽明山啊 北投山區 做一些 練習 對 那這個練習就是教我放鬆 然後 大概 越野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誤法 然後一些小技巧 對 其實我覺得非常實用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 有練習費吧 對 那 可能在靠近 今天之前的一個禮拜開 就比較沒有做大腿的重訓 對 就讓 讓大腿休息 這樣子 我今天全身都是 The North Face 對 那就會 呃 有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排汗的衣服 然後還有水帶背心 對 那 還有一些 呃 比如說 跑鞋啊 那我覺得跑鞋是一定要 在事前的練習 先試穿過 然後你要適應這個鞋子 然後可以 或許多是幾種款式 然後選擇一個更適合越野跑的 我覺得在這一次越野跑之後 呃 這個體驗很新鮮 然後也很過癮 對 那我之前 呃 從來沒有體驗過真正的越野跑 所以 啊 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 除了跑馬拉松之外 還可以多多嘗試越野跑活動 那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山林當中 呃 享受大自然 呃 在 山林當中跑起來的感覺 絕對跟一般的散步很不一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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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